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2月15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資訊 先討論天文台的最新預測 據報對下星期的溫度預測有變 最新的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討論 令變相跟進一下治安情況 昨天話說尖沙咀碼頭發生群偶案 日光日白有一群人圍著一個男子 據報內情曝光 為何會有群偶案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下星期初回南天再現 星期中再現溫度過山車 據報2月23日有機會跌到14度 一夜之間急跌8度 報導內文提到 2月炸暖環行溫度過山車隨時在月底再次上映 根據天文台的預測 另一股東北季後風會在下週中後期抵達華南 該區氣溫下降 2月23日市區最低氣溫降至只有14度 天文台就說隨著東北季後風緩和 廣東沿岸今日2月15日日間溫暖 而一股季後風的補充會在星期五2月16日和星期六2月17日 影響華南風勢較大天氣稍糧 今個星期五和星期六最低氣溫約17度 另外天文台又說受溫暖潮濕的海洋氣流所影響 下週初廣東沿岸有霧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炸暖環寒 下週初有兩天的濕度達到100% 下週一、星期二 另外亦都估計一夜之間有機會跌8度 較之前的預測是跌得再多些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這一兩天可能暖粒粒 下週有機會再度過 另外亦都說過這宗消息的進展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尖沙咀群殺襲擊的內情 據報觀光船的職員疑似壓票價搶生意 遭到同行吹雞為偶 瘋狂踢他的頭 報導的內文提到 尖沙咀昨天下週發生襲擊案 一名男子在碼頭一艘船的甲板之上 被多名惡殺為偶倒地 事主受傷送軟 警方以涉嫌襲擊引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 拘捕一名疑犯 並正在追緝另外四名涉案者 消息說涉事雙方都是觀光船的公司職員 懷疑有人不滿事主壓低船票價格 造難市搶生意和 口角過口吹雞為偶對方 事發在昨天下午三點半 據悉當時53歲姓周的觀光船公司男職員 正於尖沙咀6號天星碼頭接待旅客上船 期間另一間觀光船公司的52歲姓布的男職員 突然走近 警告姓周的男子不要把船票價格壓得過低 雙方繼而發生口角 姓布的男子疑似指客姓周的男子叫他不要走 其由他吹雞帶了另外四個男人到場襲擊姓周的男子 然後又逃走 從讀者提供的片段看到 事發的時間身穿粉紅色上衣姓周的男子倒在船上甲板 施襲者對他拳打腳踢 有人狂踩他的身體 亦有人多次用力踢向他的頭部 姓周男子左邊額頭擦傷 胸口和背部痛 又同時代為報警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昨天尖沙咀群殺襲擊的內情曝光 據報警方到場的時間在天星碼頭附近 找到姓布的男子 於是把他拘捕了 事件原來是同行欠生意的 據報被吐的事主估計將觀光船票價 所謂壓得最低 結果夜來同行就在閘罵他做難事 口角過後拖馬叫多幾個人過來一起吐他 事件在尖沙咀碼頭上演 當時估計有不少旅客都目擊這日幕 另外亦講講這宗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豪宅保安員聲稱勵士縮水 100元變成多少錢 網民勸他要感恩地說 報道記錄文提到派利是農曆新年 傳統習俗之一 保安員等等的前線服務業人員 過年期間都有希望能夠獲得大筆的 進障過肥年 不過有保安員就聲稱今年的 利是縮水由去年收到的一封100元 跌到兩張20元的利是 這個聲稱自己在豪宅工作的保安員 在社交群組發帖文 說去年曾經收到100元的利是 但到今年只收到兩張20元的利是 就說去年市一封100元 現在就一封兩張20元 難道香港經濟真的這麼差 有同行也聲稱今年的收穫的利是 確實是縮水的 就說我今天先收到第一封利是 只有20元 更加有人說收到7封10元的利是 語帶抱怨就說有人不惜感恩 不過有較多的網民認為 利是只是住戶的一份心意 並非必然的 勸事主不適宜太過在意 就說心意而已 多少也好 不是必然要給的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今年究竟那個利是有沒有縮水 據報有位豪宅保安員 就說自己收到的利是去年也有100元 今年就變成40元 兩張20元 另外也有保安員大申 說收到7封10元的利是 就抱怨經濟是不是這麼差 經濟真的差一點 今年 說今年的利是錢有沒有縮水 另邊商也有網友 勸回保安員朋友 就說這些利是其實不是必然 所以要感恩地說 另外也說經濟情況 根據Yahoo新聞的報道 英國The Body Shop是宣布進入破產程序 估計超過2000位員工 將會面臨失業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英國護膚品牌The Body Shop 宣布進入破產程序 超過2000名員工面臨失業 但全球特許經營合作夥伴不受影響 The Body Shop在聲明當中指已經任命破產管理人會考慮各種方案 希望能夠找到挽救業務的出路 而所有分店和網上商店仍然會繼續營業 創立於1976年的The Body Shop 標榜環保還有反對動物測試 在全國英國有約200間分店 超過2500位員工 同時在全球70個國家和地區有3000間分店 本港都有20間The Body Shop 以上來自Yahoo財經的報導 亦是匯港通訊的報導 英國的The Body Shop宣布進入破產程序 很多人都關注香港那間The Body Shop 暫時會不會受到影響 據報就說各間分店和網上商店會繼續營業 所以全球特許經營合作夥伴暫時未受影響 這間The Body Shop其實都很大間 全球各個國家地方不少的地方都有分店 最新情況經濟看來越來越頑 宣布破產 估計英國本地超過2000人面臨失業 另外亦都說過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啟德跑道公園有個六十多歲的男子墮海 宋苑搶救過後不治 報導的流行問題到 昨天下午4點多警方接報指一名男子在啟德跑道公園岸邊 懷疑墮海岸上留下背囊等物品 警方消防到場把男子救起 不過他以陷昏迷被送往聯合醫院搶救 可惜最終不治 警方經調查過後 確定死者是一個63歲姓吳的男子 並在現場檢獲遺書 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消息說男子有情緒病紀錄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左右軟死者安息 據報這位63歲姓吳的男子 是在現場留下遺書 其後墮海 送院過後證實不治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